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以及教堂的内部都很精彩 举例来说 教堂里外总共有六千多尊的雕像 每一尊都是令人叹为观止的艺术杰作 但是其中有一尊雕像很特别 它是在大教堂祭坛的后边 接近右边侧门的地方 它立在一个高高的树长的台桌上面 这尊雕像给许多观光客感到震撼 惊讶以及称奇 叫每个看过的观众都牢牢的记住他的造型 这尊雕像是一位中年裸体的男子 比真人略高 光头目光炯炯向前 手里面拿着一块长长片状的东西 好像是一大块的薄布 奇怪的是 这个男人没有皮肤 全身裸露的是光溜溜的肌肉 骨骼和血管 而每一寸的筋骨 每一块的肌肉 每一根的血管 全部都表现得清清楚楚 精准的符合了人体解剖的构造 这是解剖学意义上面的立体模型吗 这尊雕像到底是谁 为什么雕成这个样子 其实这尊雕像是一个被剥了皮的圣徒 大家好 欢迎收看诚心诚意 我是庄正成 这一集我们来讲 寻找无花果树下的你 本集节目的主题 就是从米兰大教堂 这个被剥了皮的圣徒开始说起 米兰大教堂 总共有六千多尊的雕像 里面绝大多数的雕像 都没有说明 但是这尊剥了皮的圣徒的雕像 因为它的底座上面 刻着雕像 以及作者的姓名 所以游客可以知道 这尊雕像的作者 叫做马克达阿格里特 雕像的人物 是耶稣的十二门徒之一 巴多罗买 米兰大教堂的这尊 用纯白色大理石雕刻的石像 历经了岁月长久以后 凸的地方光亮 凹的地方幽暗 看起来相当的立体 由于这位雕塑家对人体解剖 有精准的理解 使得这个教会史上 似死如归的传奇人物 显示出强大的震撼力 看着这尊雕像 除了震撼以外 首先我们要问一个问题 巴多罗买是谁 巴多罗买是耶稣的十二个主要的门徒之一 但是在整个新约圣经里面 巴多罗买的名字 只是在提到耶稣十二门徒的名字的时候提到过 这四次分别是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二到第四节 马可福音第三章第十六到第十九节 路加福音第六章第十四到第十六节 以及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一到第十三节 但是根据这些经文的记载 除了我们知道巴多罗买是耶稣十二个门徒之一以外 从来就没有提到过巴多罗买有任何与众不同的品质或者是头衔 所以除了巴多罗买这个名字以外 我们几乎对他一无所知 因此学者们追根究底 想要查他的背景 从巴多罗买这个名字来看 他很可能是来自亚兰文 意思是达买之子 在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第十七节当中 耶稣以彼得的父亲的名字来称呼彼得 巴约拿 意思是说彼得是约拿的儿子 如果巴多罗买是一个原字父亲的名字 我们可以知道 他的父亲是一个叫做达买的人 然而不是所有的学者都同意这种说法 因为迈克尔维尔金斯教授 在安可耶鲁圣经词典当中就表示 古希腊文通常对父亲的名字的处理方法不同 巴多罗买这个名字 本身在使徒的名单当中 可能就是一个独立的名字 他不一定是源自他父亲的这个名字 如果巴多罗买是一个根源自父亲名字的姓氏 也就是说巴多罗买是达买的儿子的话 那么很有可能 巴多罗买真正的名字是拿蛋液 为什么呢 因为约翰福音当中有提到拿蛋液这个人 如果拿蛋液就是巴多罗买的话 那么我们可以追查的资料就很多了 接下来我们就从巴多罗买就是拿蛋液的这个方向来探索 由于拿蛋液没有出现在福类福音的三本福音书当中 我们就从约翰福音第一章第45到第49节记载的这个拿蛋液开始说起 这段记载说 耶稣找到斐利 叫斐利跟从他 斐利一跟从耶稣 就立刻去找拿蛋液 斐利相信耶稣就是他们一直在等待的弥赛亚 因为他对拿蛋液说 摩西在律法书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 我们遇见了 就是约瑟的儿子 拿撒勒人耶稣 所以斐利立刻把耶稣介绍给拿蛋液 没有想到拿蛋液一听到耶稣是拿撒勒人 就很失望 因为拿撒勒实在是太落后了 怎么可能会出现弥赛亚呢 斐利没有丧志反而鼓励他去看看 耶稣跟拿蛋液的见面有点戏剧化 当耶稣看到拿蛋液向他走过来 就论到他说 看啊这真是个以色列人 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 拿蛋液就对耶稣说 你从哪里认识我的 耶稣回答他说 斐利还没有呼唤你 我在无花果树底下 我就看见你了 拿蛋液回答他 拉比你是神的儿子 你是以色列的王 从以上的经文我们知道 我们看到拿蛋液的心是诚挚的 他的信仰是真实的 先前他对耶稣的回应 跟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 都显明了拿蛋液真正的特质 因为拿蛋液一开始是很惊讶 耶稣似乎对他了弱指掌 拿蛋液对耶稣说 你从哪里知道我的呢 我们必须假设拿蛋液还在质疑 这个人是否是真的弥赛亚 他并不是在质疑斐利的判断 斐利是他的朋友 所以他对斐利应该有足够的了解 知道这个优柔寡断的人 不会做出任何草率的判断 拿蛋液也不是在质疑圣经 也不是他深信好差疑 而是从拿撒勒来的人 似乎跟他脑海当中的 弥赛亚不搭调 耶稣是木匠的儿子 是一个名不见经传 平凡无奇的人 出自一个跟旧约预言 没有任何关系的小镇 然而耶稣对他说话 好像对他无所不知 而且可以看穿他的内心 所以拿蛋液只不过是想认真地面对 当时候的情况而已 所以拿蛋液说 你从哪里知道我的 这个问题的意思可能是说 你只是在奉承我吗 你这样恭维我 只是想让我成为你的跟随者吗 你怎么可能知道我内心在想什么 然而耶稣回答说 菲利还没有招呼你 你在无花果树底下 我就看见你了 这个回答让整个事件翻转过来 耶稣并不是在讨好拿蛋液 而是因为耶稣无所不知 耶稣并没有亲眼看见 拿蛋液站在无花果树下 这点拿蛋液非常的清楚 所以拿蛋液下时间领悟到了 自己面前站着的这个人 可以用无所不知的眼光 看穿他的内心世界 无花果树在这里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呢 这个地方很可能是拿蛋液 平常研读圣经 默想神话语的地方 因为在犹太文化当中 大部分的犹太人的房子都很小 而且只有一个房间 做饭大部分都在室内 所以即使是在夏天 炉火都一直点着 整个房子随时都可能烟雾弥漫 空气闷热 所以人们就在房子的四周种树来遮阳 并保持室内的凉爽 在这些树当中最好的就是无花果树 因为无花果树既可以结出美好的果实 又可以提供树印 这种无花果树只能长到大约4.5米高 树干相当的短而且多树流 树枝非常的低矮 而且可以延伸7到9米这么长 可以在房子附近提供一个有树印 而且宽敞的户外的空间 如果你想要避开室内的嘈杂 和令人窒息的空气的话 则可以到户外的无花果树印下休息 因为这是一个私人的户外空间 非常适合默想独处 难怪拿单叶会到那里去读经祷告 事实上耶稣是在说 我知道你心里面的景况 因为我看见你在无花果树下 我知道你在做什么 那是你的密室 是你读经祷告默想的地方 我在那个秘密的地方 看见了你 我知道你在做什么 耶稣不只看到拿单叶所处的地方 他也看见拿单叶的心 耶稣知道拿单叶很真诚 因为他在无花果树下的时候 耶稣已经看透了他的内心 这些对拿单叶就够了 他回答说 拉比你是神的儿子 你是以色列的王 约翰在整本福音书里面 就是要证明耶稣是神的儿子 他在开头强有力的宣告 耶稣的神性 所以使徒约翰说 太初有道 道与神同在 道就是神 约翰福音里面的每一个点 都是在强调 耶稣的神迹 耶稣的无罪 耶稣的教导 跟耶稣带有属神的能力 耶稣的属性 也正是神的属性 这一切都是要证明 耶稣是神的儿子 耶稣与神同质 使徒约翰之所以写这卷福音书 就是要让读者看到 耶稣用以写明自己的 许多是神的方式 而且在约翰福音第一章 他就给了我们拿旦叶的见证 来见证耶稣是全知神的儿子 跟神完全是同的 不要忘了 拿旦叶的朋友斐利 在两年以后仍然无法理解 也正是这个真理 因为在阁楼上面 斐利曾经对耶稣说 将父贤给我们看 这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 第八到第九节 斐利到最后 都还不明白的事情 他的朋友拿旦叶 却一开始就明白了 因为拿旦叶熟读旧约圣经 他熟悉先知所预言的 知道他自己所要找的是谁 而如今尽管耶稣 虽然出自拿撒勒 这个微不足道的小地方 但是耶稣的全知 耶稣的属灵的洞见 以及耶稣解读拿旦叶内心想法的能力 足以让拿旦叶相信 他的确是真正的弥赛亚 所以当拿旦叶看见耶稣全知的证明 就立刻承认 他是应许当中的弥赛亚 是神的儿子 是以色列的王 接下来 耶稣对拿旦叶说 因为我说在无法果树底下看见你 你就信吗 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 又说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 神的使者上去下来 在人子身上 这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第一章 第五十到第五十一节 在五十一节的约翰福音当中 记载了耶稣 引用一个旧约的典故 耶稣说 你们要看见天上的使者 要从天上上上下下来到人子身上 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旧约的典故 出现在创世纪第二十八章 那段经文记载了雅各的生平 雅各后来不是离家出走吗 雅各到他的舅舅家去 他的哥哥愤怒的要杀他 跑王的过程 有一天晚上 雅各拿了一块石头当枕头 躺在地上睡觉 在梦中他看见一把天梯 这把梯子通上了天 然后使者在这个梯子上 上上下下 这个梦是一个异梦 当然也是个异象 于是雅各就知道 他跟天上的主是有来往的 于是雅各就领受了主对他的应许 这个应许包挂了什么呢 包挂了雅各的子孙 包挂了雅各的国度 包挂了雅各的领土等等 耶稣用这样的一个典故 好像他是第二个雅各 这个当年的雅各蒙神的引导 神要赐福给他的后代 耶稣说 你们会看见好像当年雅各一样 天使降在人子的身上 然后会带来什么结果呢 当然就会带来像雅各那时候一样的应许 的确旧约的雅各真的是这样 他的子孙蒙福 从雅各出来有十二个支派 耶稣告诉拿旦叶跟在场的人说 你们还要看到更大的事 其实这个就是约翰福音的伏笔 让我们看见从这个时候开始 约翰福音就记载了神的国 怎么样透过耶稣基督不断的扩大 不是领土的扩大 而是人心中的扩大 求主带领我们 让我们认识主 不只是看到这段圣经的单一的层面 好像拿旦叶很有感动的样子 知道神注意他 于是拿旦叶就信了耶稣 我们应该更期待耶稣基督的国度里面 那是宽广无比的地方 我们受感动信了主 就是要不断的继续认识这个神的国度的伟大 投入这个伟大的国度当中 一起来侍奉他 本集节目的开始 是从寻找米兰大教堂 一个被剥了皮的圣徒开始说起的 那么或许你要问 巴多罗买是怎么死的 他跟米兰大教堂 这个被剥了皮的圣徒真的有关吗 其实巴多罗买是怎么死的 圣经并没有记载 根据圣经以外的资料显示 就像大多数的耶稣的门徒一样 巴多罗买很可能是殉道的 但是关于他究竟是怎么死的 有一本13世纪的基督教圣人传记 叫做黄金传说 这本书是意大利人 亚克布斯迪弗朗吉内 大概是在公元1267年所完成的 根据这本黄金传说上面的描述 巴多罗买的形象是一个中等身材 头发又黑又卷 皮肤很白皙 眼睛很大 鼻子很挺直 有浓密的胡须 从这个描述看来 巴多罗买在当时候应该算是个帅哥 但是巴多罗买以给后世的印象 却是剥了皮的恐怖的形象 因为黄金传说又记载了以下的几项事项 人们对巴多罗买受难的方式有不同的看法 因为多罗斯说他是被钉在十字架上死的 又说巴多罗买向印度人传福音 用他们的方言将马太福音传给他们 巴多罗买死在亚美利亚的阿尔班城 是头朝下钉在十字架上殉道的 希腊俄罗斯则是说 巴多罗买被剥了皮殉道的 又有人说他是被钉在十字架上 但是还没有死就被取了下来 为了叫巴多罗买受更大的刑罚 就把他剥皮 后来把他斩首了 另一种说法则是说 巴多罗买被打得不省人事 后来淹死在海里 不管巴多罗买是怎么死的 情况都可能很惨 其中最惨的莫过于是被剥了皮殉道的这种说法 这也是历史历代的艺术家们 喜欢以巴多罗买被剥皮的形象 作为创作体材的原因 由于圣经没有记载任何巴多罗买个人的信息 但是大多数的圣经学者认为 巴多罗买的意思就是达买的儿子 而拿旦叶就是巴多罗买真正的名字 由于约翰福音没有记载巴多罗买的事情 但是却具体的记载了拿旦叶信从耶稣的过程 并且记述了菲利跟拿旦叶的关系 耶稣复活以后 向门徒们显现的时候 拿旦叶的名字也在他这些使徒当中 这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第21章第二节 所以我们可以推论巴多罗买应该就是拿旦叶的信 如果拿旦叶就是巴多罗买的话 根据约翰福音第1章第45到第49节的记载 拿旦叶曾经对菲利说 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 菲利说你来看 耶稣看见拿旦叶来 就指着他说 看啊这真是个真以色列人 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 不管巴多罗买的形象是帅哥也好 是剥了皮的形象也罢 耶稣给他的评价是真以色列人 我们能够确切的知道的是 拿旦叶一生对主忠诚到底 教会传统认为 拿旦叶是在以色列外多处传道 以其行神迹 并且将马太福音翻译成多国的语言 拿旦叶跟其他的门徒都同样证明了一件事情 那就是神可以在最卑微的地方 拣选最平凡的人 并且使用这些平凡的人 来彰显神自己的荣耀 耶稣曾经在马太福音第十九章 第二十八节对门徒们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你们这些跟从我的人 到了万物更新 人只坐在荣耀宝座上的时候 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 审判以色列十二个字派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幅画 叫做最后的审判 是意大利文艺复兴大师 米开朗基罗 在公元1534年 受命于罗马教宗保罗三世 为西斯丁大教堂开始绘制的壁画 现场于梵蒂冈西斯丁礼拜堂当中 这幅最后的审判 构想是来自圣经当中 对末日耶稣基督带来的描写 这幅大型的壁画 画高十四公尺 宽十三公尺 画中耶稣基督被圣徒环绕 接着最后的审判开始 耶稣将要审判世间每个人的善恶 以观众的角度来看 画面左边是飞升天堂的灵魂 画面的右边 这些灵魂则是走向了灭亡 米开狼基罗 以一边上升 另外一边下坠的这种构图 来象征在最后审判的时候 成圣者将会升华 堕落者将会沉沦的这个末世观 有艺术史学家认为 在公元1537年的冬天 大量的难民从外面涌进了 已经过度饱和的罗马市 罗马的街道以及广场角落 到处都是饥寒交迫的百姓 眼前的这番景象 正是米开狼基罗 创作最后审判的时候 所目睹最真实的人间地狱的画面 这样的情况是不是也跟目前的世界的乱象很相似呢 而当年米开狼基罗 所绘制的地狱以及地狱东那些痛苦绝望 恐惧无助哀嚎猙獰的面目表情 都是直接取材于罗马当时候的社会现象 整个画面有四百多位人物的组成 大致可以分为四层 最上面这一层是描绘天国的天使 往下第二层是描绘耶稣基督跟众圣徒 第三层是描绘受审判的人群 最下面一层是描绘地狱当中的景况 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第三十到第三十一节记载说 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 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 他们要看见人子 有能力 有大荣耀 驾着天上的云降临 他要拆遣死者 用号筒的大声 将他的选民 从天这边到天那边 都招聚了来 在这幅画当中 也有巴多罗买的身影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幅画当中的巴多罗买 右手拿着割皮刀 左手拎着一张人皮 这就是米开朗基罗 所描绘的这位圣徒的形象 看着巴多罗买的画像 我想起了美国人有一句老话说 那就是 beauty is only skin deep beauty就是美丽的意思 beauty is only skin deep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美貌只是表面的现象 换句话也就是说 外表的美貌 并不能说明这个人的本质 有许多人花了大钱 去买化妆品 去买保养品 甚至忍痛去做了外科整形手术 去换得那几维米的皮肤 短暂的假象 但是这个短暂的假象 终究还是敌不过岁月的这把杀猪刀 看着巴多罗买手上拿着的这副皮囊 试问在审判日那天 这个皮囊能够带给你多少的光彩 这个当年在无花果树底下 耶稣看到的拿蛋液 终究是一个心直口快 口无遮拦的人 在他还不认识耶稣的时候 耶稣就已经看见他了 耶稣也在我们不认识他的时候 也看见了我们 耶稣并没有因为我们的外貌皮相 来拣选我们 因为耶稣看见的是我们的心 期盼耶稣拣选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 因为不管黑白美丑 高矮胖瘦 你我将来一致都要身穿白衣 跟许多历史上的圣徒一起来赞美神 或许你要问我 为什么我们那时候都要身穿白衣 因为启示录第七章第十三到第十七节记载着 长老中有一位问约翰 这些穿白衣的是谁 是从哪里来的 约翰对他说 我主你知道 他向约翰说 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 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尽了 所以他们在神宝座前 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 做宝座的要用帐木复辟他们 使他们不再饥 不再渴 日头和炎热也必不伤害他们 因为宝座中的羔羊 必牧养他们 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 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件白衣将会是我们未来最好的外相 这也是神给我们最好的应许 Amen 以上是本集神清神义节目 为您所介绍的 寻找无花果树下的你 我们下次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